众所瞩目的台湾第一颗自制气象卫星裂缝者号 原定在今天早上的9点36分 在南美洲法属归亚纳的太空中心发射 而台式新闻也从上午9点开始进行转播 不过在最后进入发射倒数阶段时 火箭出现了异常讯号 确认今天的发射任务暂时取消 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表示 并不是卫星出问题 可能是发射场或是火箭有一些讯号异常 为了安全起见先取消任务 将会进一步查明原因 台湾自制气象卫星裂缝者 原定在7号上午9点36分 搭乘法国Vega火箭升空 但关键时刻却迟迟不见火箭点火 在发射倒数最后14秒 发射基地法属归亚纳太空中心 发现有红灯故障指示 在经过几分钟检测后 状况仍无法排除 7号的发射任务确定取消 不是卫星 可能是发射场或者火箭这边 在这个countdown的程序 就是十几秒的时候 有一些讯号异常 所以他们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先取消 进一步再查明原因 由于火箭有超过十万个零件组装 只要一个出问题 在飞行过程中 就会有很大风险 为了确定飞行安全 火箭上都会装有感测器 随时监测状态 只要一有不对就会在发射前喊咖 而过去火箭在发射前任务取消 也是常有的事 发生这些事情是常常看到的 所以做这个心脏要够大 如果这个原因可以很清楚的 马上可以找到 有可能是明天 不过现在不确定 其实列封者是五国第一颗 自制气象卫星 它搭载的关键仪器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反射讯号接收仪 能繁衍海面风速 对于台风等剧烈天气系统 也能有效提升 强度与路径的预报能力 虽然发射任务 暂时取消 不过好事多磨 卫星也非常安全 让人更加期待 它升空的那一天 为台湾太空产业 协下新的历程碑 记者魏婷于林雨综合报道 受到了小犬台风 搅局的影响 本来双十年假 是要忙着迎接大批的游客 但肯定大街摊商 现在得要清理摊位 甚至还有民宿到现在 都还没有恢复宫殿 让业者一个头两个大 截至到今天早上八点钟 屏东县 还有889户停电 台队人一大早 火速的进行抢修作业 但是因为天与路滑 不慎撞断电感 场面非常的惊险 一片黑漆漆 民宿业者夜晚只能摸黑前进 陆续还是有人要订房 可是没办法接 台风小犬重创屏东县 一度超过万户停电灾情 没想到暴风圈远离后 肯定还是有部分区域还没复电 用车子当电源就对了 没电可用 要清理家园也很麻烦 原本双十廉价准备迎接旅客 现在只能取消 客人说他找不到房间 他不接受退 退要double退 民宿就位在肯定路 大西巷集团紫巷 因为距离大马路遥远 尽管无奈也没办法 另外像是度假村 也因为内部还要整修 修缘到12号 把这些客人先转到别的县市 跟他们看是延期 或者是申请退款 7号一早台电人员 也火速继续进行抢修作业 要火速恢复供电 只是天与陆滑 过程一度还发生小插曲 台电车辆不慎 撞断电感 辛苦抢修场面惊险 据了解截至7号早上8点 屏东县还有889户停电 台风肆虐一连几天 不论是业者还是居民 没电之苦难免受不了 现在就盼复电速度加快 能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舒适委屏东报导 国内有两家业者被爆出 进口美国猪肉贩售 却是标示不实 各县市的卫生局展开了机查 美食卫生局却意外抓到 知名的连锁店 猪肉产品标示违规 包含了三妈臭臭锅 还有朝味嘴 及三菇茅庐等不同的分店 店内标示的肉品来源 跟实际上的产地不符合 而在机查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了 食药署的机查追踪系统 资讯并没有彻底流通 出现了断链的情况 业者贩售给下游业者只需要登陆第一层 后续流向很难清查 知名火锅店拉下铁门贴出公告说明 为了配合卫生局机查结果 先暂停营业 日前国内爆出两家业者 进口美国猪肉贩售却标示不实 让各县市卫生局分头展开机查 过程中北市卫生局却意外再揪出 有五家业者猪肉产地标示违规 其中经建知名连锁店 包含三妈臭臭锅 朝魏爵三顾茅庐等不同的分店 使用加拿大和美国的猪肉 但却标示不实 最高恐怕除以300到400万元的罚还 有些业者他可能是以前有进去他比国一的国家 那他可能就没有改 他资讯没有更新 地方卫生局陆续展开机查 却发现食药署食品云的两套追踪系统 资讯并未彻底流通 其中非报不可的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资讯系统 需由进口商报关进口肉品 登陆大盘商采购等资料 虽然也会揭露到地方政府机查使用的 非追不可食品追溯追踪系统 这是由大盘商自主登陆 可产出优先机查业者名单 但如果业者为主动登陆 等同两套系统断裂 难以追出流向 对此食药署长吴秀梅则回应 食药署没有锁资料 不会阻止地方使用资料与数据 目前法规并未要求业者把产品 留向完整登陆 享用食品溯卷 稽查效率提高 相关登陆规定 恐怕得再调整 谢谢陈琳刚二弟 台北报导 北市南门市场经过赶借之后 在今天上午正式的回归 254间摊商 通通回到了罗斯福路一段 原本的地址 楼层规划也没有改变 很多民众一大早 就来到现场猜买 50年老店现烤肉干 超软超好吃 一千三百二 你要几颗 两颗 来 鸡肉半只252 熟悉的叫麦生此起彼落 瞬间勾起儿时回忆 因为旧大楼的管线 老旧等问题 历经四年打钓重练后 台北南门市场终于回来了 很久没来了 很久没来了 三年多了 我买了东坡肉 这个每一个都很好吃 他们每一个在 味道都很够 我们今天买了鸡肉 还有买了什么 雪里红吧 因为在这边买的人 都是几十年的历史 这样我都做五十年了 一边采买 一边寒生就像老朋友一样 来 吃下来 为了让老顾客不迷路 楼层规划一楼干货 二楼杂货维持原样 内部动线采光设备 则都改装换新 但有民众认为 还可以再改进 他本来有规定说位置线也没有 你看那个有规定位置 每一家都跑出来了 不太方便 好像我要买的东西都没有 四个边都是巷弄进来 我刚甚至还从行政区那边 有民众对动线规划颇有为辞 另外可能是回归首日 部分店家货品还没备全 民众买不到有些失望 台北人的回忆 披上新帽回归 也再度掀起讨论 好来 南边市场 YES